这是一部被缅甸禁止上映的电影 却又被缅甸反对派 视为反军政府的正义旗号 一个说不好 一个说很不错 那这部电影到底演绎着什么样的爱恨情仇呢 点赞关注 我们精彩继续 只见一名缅军朝着田地扔出一颗地雷 验证地雷是完好无意之后 他又朝着稻田扔出数颗 随后他们把抓来的克伦族人赶向田地里 谁压的克伦族率先赶到对岸 谁就能获得全部的赌金 然而潜在的地雷 成了这群克伦族人的噩梦 他们吓得不敢再往前奔跑 生怕也会踩到散落的铁疙瘩 见克伦族人不肯听从指定 后方的缅军便开枪进行无情的射杀 缅军的残暴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其中有一支传教小队 想进入缅甸为克伦族人送去医药和救治 由于进入缅甸的陆地上布满了地雷 所以找到靠百度为生的兰博 想让兰博用船送他们进入缅甸境内 但却是遭到了兰博的拒绝 就在领队的迈克想要离开时 可是同行的小美还想试图说服兰博 结果依旧是被兰博给拒绝 奈何兰博市这片区域少有能说英语的船夫 在小队都要放弃之时 可小美却是跟到了兰博的家附近 兰博见他如此执着 于是好心劝他赶紧离开这里 几人的救援小队 根本无法改变缅甸因内战而带来的现状 他虽然看似拒绝小队前往救援 但却是在无形地保护这支小队的生命安危 然而聪明的小美 也突然明白了兰博的用力 如果兰博不在乎他人的生命 他大可收钱将小队送去缅甸 而接下来的一番话 也算是彻底地改变了兰博的态度 可能你失去你的信心 但你还是要信心 但你尽管要救生命 并不是浪费你的爱 并不是 你会帮助我们 因为这几句话 也算是说到了兰博的内心深处 隔天小队坐上兰博的小船 一路横渡萨尔温江 需要历经一整天才能到达目的地 只是小船在进入缅甸境内后 他们遇到了一只海盗船 兰博让众人不要发出动静 他只想快速地穿过这片区域 然而就在这时 海盗的巡逻小队还是发现了兰博等人 知道跑不过对方的快艇 只好接受海盗的掠夺 这总比丢掉性命的好 然而海盗头领不光要船上的所有货物 还想带走船上的小美 在兰博的一番交涉下 可他们依旧要选择带走小美 这让兰博不得不痛下杀手 只是短暂的一秒 几名海盗应声倒地 然而迈克反而还要责怪兰博 并说他滥杀成性 而兰博则是没了好脾气 并告诉他被海盗抓去的严重后果 经过这番可怕的突发情况 迈克想要打道回府 兰博自然是同意他的说法 可小美确实还要选择前行 在他再三的要求下 兰博只好送小队来到目的地 可迈克却是对着兰博说道 他回到国内会如实报道刚才的事情 因为他认为不管如何 杀人就是不对的 而小美的态度则是不同 因为刚才的事情本就因他而起 加上他也是不赞成杀人的举动 这也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送给兰博一个吊坠 希望兰博能安全地返回 小队随后来到一处克伦族的村庄 他们的到来确实是受到了村民的欢迎 因为他们带来了伤患急需的药物 只是还没待多久 政府军却是闯了进来 这是一部被缅甸禁止上映的电影 只见一群缅甸政府军 正用返击炮轰炸克伦族的一处村庄 他们不管男女老少 只管尽情的疯狂输出 随后还派出士兵进村屠杀 而小美所在的传教小队 则是尽着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试图挽救无辜而同的生命 但是手无寸铁的他们 所作所为又是显得是那么的苍白且无力 只能看着无辜百姓被惨死枪下 接着还被全体赶到一旁的农田 等待的则是子弹无情的扫射 最终的结果是 部分村中女人 以及传教小队被政府军活捉 而村庄则是被大火慢慢吞噬 他们随后被关在政府军的一处集中泥 无辜百姓被关在笼子里 并靠着士兵吃剩的饭菜来维持生命 而小美作为外国人士 她被单独关在一处猪卷旁边 等待她的视角天天不灵 教地地不灵 然而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天 传教队失联的消息 还是传到了兰博耳中 来人是教会的一名爱心人士 他从克伦族的自由组织那 打探到了小队被抓的位置 因为这种时机就连大使馆也无法介入 了解到兰博的威名后 于是花钱找了一只雇佣兵 想请兰博送雇佣兵去解救传教小队 兰博没有多想就答应了此事 他连夜打造了一把锋利的短刀 隔天就带着雇佣兵前往目的地 只是这只雇佣兵小队的领头光头哥 是个性格十分狂躁的角色 见谁他都想咬上一口 他不断抱怨传教小队吃饱了没事干 而兰博则是多看了他几眼 光头哥就瞬间掉转了枪口 兰博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低调的沉默 但一旁的狙击手却是替光头哥说话 并说他就是那样的人 其实是没什么恶意的 而经过了一天的航行 几人来到了目的地 他们的此次营救 将由克伦反叛军派来的两名战士带路 了解到集中营有一百人的兵力后 雇佣兵小队瞬间炸开了锅 他们拿钱来救人 可不想与实力相差悬殊的政府军对赶 而光头哥则是说道 悄悄救出传教队 这样也能顺利完成任务 可这时兰博也走了出来 他想一起去解救人质 但却是遭到了光头哥的嫌弃 他要兰博在原地照看好船就行 随后带着小队前往目的地 然而在穿过密林之时 克伦战士则是解释道 这是二战时期 英国投下的一枚未爆炸的炸弹 小心地远离这颗大家伙后 几人来到了事发的村庄 这里到处是一片惨状 见到这般状况 雇佣兵有人开始产生了退却之意 而狙击手比较有原则 既然拿了钱 就要替雇主把事情办好 而光头哥再次做中间人 只要在中途发生意外 立即撤出营救任务 就在众人纷纷同意之时 可是政府军再次地出现在这里 这是一部被缅甸禁止上映的电影 只见一辆军卡停靠在路边 随后只见缅军推下几名克伦族的百姓 接着他们玩起了杀人游戏 缅军士兵朝着稻田扔下地雷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旁还潜伏着一支雇佣兵小队 只是身为向导的克伦族战士 此刻双眼泛红 想去解救同族 可他却不敢暴露自己的位置 随后只见百姓被缅军推入稻田 谁先到对岸 押送的缅军士兵就能获得全部的赌金 而百姓自然知道地雷的危害 都不敢大步地朝前奔跑 但眼下他们是幸运的 因为没人踩中田间布置的地雷 可是缅军士兵还想让他们重新跑一次 见克伦族百姓纷纷不肯返回 于是开枪吓服他 这样一旁的克伦族小哥无比揪心 然而就在缅军想杀鸡颅头时 一发弓箭将他击中 原来是兰博及时杀出 接下来就是他承报的热血时刻 至此几名无辜百姓得救 而兰博不凡的身手 也彻底地征服了雇佣兵小队 在兰博的带领下 几人坐上缅军的卡车 并穿上缅军的衣服 很快就来到了缅军关押战俘的集中营 他们约定15分钟后撤退 于是分头行动救出人质 为了安全起见 并在门口布置了狙击手 随后又是悄悄解决战岗放哨的兰博 然而正直下雨之际 大部分士兵都在凉棚中取乐 这也给了小队方便营救的时机 兰博很快找到了传教队的几名成员 只是发现小美并没有在这里 替他们解绑之后 兰博继续寻找小美 这才发现他被关在了猪圈之中 只是兰博头领突然将小美带走 而兰博也不敢现在动手 只能是看着小美被头领带去了他的房间 然而此事人质都被救出 加上已经过了事先约定的15分钟时间 光头哥于是想撇下小美带着这几人回去交差 即便小美的男友不同意 但在光头哥的武力面前 他也只能乖乖认所 只是一旁的狙击手非常不屑地看着光头哥 随着他们的离开 屋内的小美 即将迎来头领不轨的意图 可就在他盯着小美之际 突然被兰博从身后锁了喉 接着生生地被扭折了脖子 随后急忙带着小美快速离开 只是光脚的小美突然被石块半岛 这也引起了巡逻缅军的注意 就在他们开枪射击时 兰博扑上去想为小美挡住子弹 但被子弹击中的却是巡逻的士兵 原来是狙击手留在原地等待着兰博 眼看离天亮还有一个时辰 几人立即按照原路返回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奔心 天也亮了起来 而缅军也发现人质被人劫走 他们用猎犬追踪小美遗留下来的衣物 接着开着汽车疯狂地追击 可是光头哥这边却是有些不幸 他踩中了埋藏的地雷 这让他们这边无法再快速地前行 而兰博这边也听到了动静 狙击手的听力比较灵敏 他发现缅军好像是追了上来 而兰博当即扯下小美衣服上的一块布条 接着缠绕在鞋子之上 并让狙击手朝空中放了一枪 这声枪响立即吸引了追兵的注意 随后让狙击手带着小美赶回船上 他则是利用小美的气味引开追兵 回到丛林的兰博救手王 他急速地在密林中蹲跑 而兰博则是在后方不停地追寻 接着只见兰博来到林中这颗 为爆炸的大家伙跟前 他拿出一颗定向炸弹 接着牵出一根丝线 并把小美身上的衣服布条捆绑在上面 接着他拉下炸弹的拉环 随后急忙地离开这里 待追兵赶到之时 果然是被小美的衣服气味吸引了 但他们同时也触发了炸弹 在炸弹的作用下 那颗沉睡数十年的大家伙 也算是完成了他被制造出来的使命 而眼看就要到了船只附近 但是狙击手却是发现大事不妙 原来光头各一行人都被免军给抓住 加上他们还有一挺重机枪在一旁 这让狙击手也是无能为力 就在他们要射杀这些战俘之时 兰博突然再次杀出 他抢夺过机枪 疯狂地朝着四周警戒的士兵射击 狙击手这才加入到战斗之中 分散了敏军的注意力 战俘也拿起一旁的武器加入到战斗之中 因为接下来的部分太过于激烈 只能跳过这部分内容 在克伦组反叛军的帮助下 他们终于是解决了这次危机 只是兰博也身中一枪 好在并没有击中要害 时隔多年再次经历血战 他像一个孤独的战士一般 站在高处远远地望着底下的众人 或许小梅此刻已经明白 蓝博当初为什么不愿意带他来这里的原因 但这种明白往往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滴滴写四 因为揭露缅甸军政府的凶残面目 一度被缅甸禁止在国内上映 而史泰龙更是向缅甸军政府下战书 如果觉得这部电影内容是虚构的 我欢迎你邀请我来走一趟 而且要没有任何警方人士跟随我 这是史泰龙当初接受采访的原话 至于到底是虚构还是真实 或许只有缅甸政府军最为清楚